随着那个美国拜登时代开启俄美关系 现在就肯定进行一系列调整嘛 现在就想请您给现阶段的俄美关系来定一个调 嗯 现阶段的俄美关系应该是冷战后 比较低潮的时候 嗯 那叫冷战时期嘛 整体来讲俄美关系是紧正为主的 对吧 冷战后呢 曾经他们有个蜜月 啊就是在叶利钦执政的早期 哎呦那俄罗斯经营是特别信任美国的 完全就是照搬美国 然后结果美国人派他们 就是搞了一个叫修科疗法 结果法和俄罗斯经济真搞修科了 这个所以 后来就是叶利钦后期就对美国不信任了 觉得经济上厉害了 原来他们曾经有默契就是美国说你们民主化 是吧 你们把苏联搞解散 获得独立 我就给你一千五百亿美元 结果骗了俄罗斯就给了一百亿吧 专项这专项这个干什么呢 就是专门让俄罗斯把他们家的核潜艇给拆了 俄罗斯最高潮的时候有一百三十八条核潜艇 今天美国核潜艇他七十条 他那个时候一百三十八条 差不多现在美国的两倍 哎呀结果他害人家 拿这个经济诱饵 看人家 那当时俄国经营我看也傻了 这个就真拆 拆了八十条 一多半拆了 拆了八十条以后 还剩了五十八条以后 就问那个剩下的钱呢 美国说没了 一千五百亿给了一百亿专项 后面没了 那把俄罗斯经营给弃了 这个 那个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是经济上是骗人家 然后军事上就安全上也害人家 原来呢 那个美国方面 这个承诺啊 说你让那个东欧啊 那些国家独立 我保证他们不降落北约 成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一个防护地带 过渡地带 花音未落 东欧这几个卫星国 全参加北约了 又把叶利欣给气了 后来叶利欣当面质问老伯斯 你怎么食言呢 老伯斯说我没有办法 他们太热爱我们了 我挡不住啊 然后又给了一个保证 说那个 就你说加盟共和国 我不让他们参加 就做完这个许诺 转眼那个玻璃帝还上过去参加 对吧 那把俄罗斯给气了 后来等到那个格鲁吉亚 也想加入北约的时候 那普京就出手了 这个 所以大概这样 就是冷战后的俄美关系 是有起有福的 叶利欣的早期 像蜜月一般 很好的 叶利欣后期不行了 普京也是这样 普京早期啊 没有关系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其实可以当网上查 就2005年呢 就是那个时候是 二战胜利60周年 所有西方国家领袖 都去俄罗斯 去莫斯科 共同庆祝二战胜利 我记得网上有个照片 就是 小布什 跟普京 他们还自拍 知道吧 有关系挺密切的 那仅仅过了10年 到2015年 当那个 二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 所有西方国家领袖出席 只有咱们西筑进去了 是吧 就是他那个 关系老变 那现在这个额美关系呢 应该属于 人掌握比较低潮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峰会之后呢 我看这个低潮还得吃 只不过就是 他会稳定一点 不会再往下滑 是吧 但是要好起来 是不可能的